最近天气干冷不但气温下降 空气品质也明显变差 根据环保署的监测资料 这两天在云嘉南地区 空气当中的悬浮为例浓度飙高 比平常高出了两三倍 又提醒有这个呼吸道过敏 或者气喘疾病的民众要特别当心了 随着东北季风南下不只让气温下降 强烈的东北季风也造成空气中的悬浮为例明显增加 那一大早有运动习惯的民众也都有明显感受到 受影响的除了运动的民众 还有在着水溪下种菜的民众 南地农民表示只要东北季风一来 菜就不容易大 还要将碗子扳紧 不然都会被強风破坏 根据环保署监测资料显示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空气中的悬浮为例明显增加 尤其又云嘉南地区最明显 最高出现每小时每立方公尺有两百一十九微克 比平常值高出将近两倍 就从超过两百的等级 所以在超过105的等级之后呢 我们环保局就会启动通报机制 环保局仍远说空气中悬浮为例增加的时间 大约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六点 最明显如果监测空气中的悬浮为例超出不良等级 也會加派灑水車噴灑陽城 也提醒呼吸道過敏或氣喘相關疾病的民眾要特別留意